有点当头,我是威尔 只有高照,我是鲁鲁 来看一下中华圈的一支消息 万达集团董事长呢 就在他们的一个晚宴上吧 就是尾牙,Enter Dinner 就放开自己来 我应该是这么说吧 就是可能让员工开心啊 自己就登台唱歌 是,而且他不只是唱一首 他唱了四首歌 不过据这个报导就是说 其实他每一年都会现唱 他很爱唱歌 是,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唱那个 霍剑的歌 霍剑的歌 他唱了还是一首叫义无所有的 没搞错 他都已经富有到一个程度了 义无所有 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很 他就是穷到只剩下钱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觉得说他除了钱以外 他就义无所有 太悲哀了 这样我是所有 这样我就比他幸福一点 我是全都有 就是没有钱 唯一缺钱 就只缺钱 这样我跟他应该还可以很合得来的 不错耶 这你们两个联合起来 就是十全十美 是,那根据2016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 王健林家族是以1700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概1000多亿令吉的财富 是回到中国首富的宝座了 超过87岁的李嘉诚 成为华人首富全球排名第21位 当然这个王健林的财富 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企业的改制 还有这个地方政府打造的商业地产补贴等等 所以他就通过这些方式就富有了起来了 然后他有在节目中 其实他就之前他就有在上过一个电视节目 叫鲁豫有约的 那这个节目都是访问很多人的名人 他就在节目中他就有说 我现在追求的不是财富 我追求的是一种境界 是一种情怀 所以你说他真的是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是啊,他追求的是一种 他已经不在追求财富了 不是财富,因为财富对他讲已经不是 他多的是 像你说他就穷到只剩钱了 所以其他东西他想追求的是 一般人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追求到的东西 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比较难追求 是什么我倒不确定要他自己去说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做这个访问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小目标 这小目标是什么呢 他给年轻人的小目标是说 最好能达到呢 这小目标比如说先赚一个亿 看看能用几年可以达到目标 是规划五年还是三年 等到了一个亿呢 再说下一个目标十亿或者一百亿 原来你看人家的小目标是一个亿好不好 我们以前说一桶金是一百万 现在一百万已经不是一桶金了 现在一百万很容易赚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赚不到 不是因为不同的行业吧 因为有一些就是之前有认识一些朋友 他是做那些房地产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真的要赚钱是超容易的 是房地产确实是不一样 因为你买卖一个房地产搞不好 如果是你成功卖了一个价值上百万的产业的话 你的这个佣金搞不好就好几万了 是而且他他专门就是选择的 不是卖普通的屋子 他都是接那种project来做 接project来做 他说一天里面如果你真的幸运的话 你会有二十多张单 虽然讲说二十多张单里面 只有五六张可以是通过的 但是那五六张已经是够你活了 是没错 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人生呢 很重要是在于你怎么去确定哪个目标 你说这个定一个亿做一个目标的话 是不是有夸张呢 你听起来很像夸张对不对 但是他实际上做到给你看到了 就是说你敢想他就有可能发生 而且他在三年里面就做到了 嗯就一个亿 这个也是他的目标 他很明确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先赚一个亿 然后他真的是在三年里面做到 然后接着呢 可能在下一个目标就十亿或者一百亿 他就是这样子做了 我觉得他的那个意志力真的很强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 我们定了一个目标以后 可能我们做不到的话 我们就啊就算了吧 我就把那个目标再拉低一点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对你不能够去妥协 因为你妥协的话 你就是自己退了一步 你反而不是在往目标走 你是把你的目标拉前面一点 你不是真的把它定在那边 然后你跑得更快 而是你慢慢走 让你自己去拉那个目标来 而且你这个目标是越拉越低了 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再看另外一位 这个马云的这间公司啊 这个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这个集团呢 目前呢 全球有不同的这个品牌嘛 对对和它联盟 那第一个大数据打架联盟 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呢 活动呢 在星期一在杭州成立了 那这个第一批加入的成员呢 包括了Louis Wooden 还有这个Samsung 还有这个Swarovsky等等 这些大品牌 其实我觉得它做这个打架是很好的东西 因为在阿里巴巴或者是淘宝 有时候我们买到 它就明明写的是赠品啊 然后你就给了一个可能 因为它写了一个赠品以后 你还可以去询问 然后你询问了以后 因为通常你买赠品一定要先问 因为它价钱是比较高一些的 那如果你买 你花了这么多的钱 买了一个所谓的赠品 然后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赠品的话 我觉得会很愤怒 肯定啊 对 所以它做这个打架活动 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 那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 叫郑俊芳的 他就说了 他代表阿里巴巴做出四个承诺 四个很大的承诺 第一就是持续提供大数据和技术资源 第二开放并持续推动各方合作的打架生态 第三就对联盟会员提供阿里巴巴优先服务 那第一次呢就是邀请联盟会员参与阿里巴巴相关政策制定 还有调整 那这个听起来呢 其实对很多合作的品牌呢 都是属于在协助他们 或者是不好听来说 在讨好他们吧 应该这么说 因为毕竟如果他跟这些大品牌合作的话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爆发户 有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们可能就没有 就可能通过网络的方式的购买这些品牌 他们就开始会有更有信心了 而不会担忧 可是你买这么贵的东西 你没有看过摸过 你会想要买吗 你觉得他们买这个东西 是为了看到舒服 摸到觉得舒服才买吗 可是我不知道 如果给我的话 就很像如果你叫我买一个LV 然后你要我上网买 我感觉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这种就叫穷酸心态 不是啦 就是你买一个东西 我会觉得如果是这么贵的 就是一个名牌的东西 就我说 就是我说了就是穷酸心态 你觉得它贵对不对 但是对这些富态来说 这个算什么东西 就好像随便买一包快熟面 还是买一包杯面那种 那么简单 所以它目的并不是在于 它有多好用 而是在于这个品牌有多贵 他们买的目的是 这个品牌有多贵 好无聊 不是好无聊 你看这个品牌多贵 买了过后 我拿在我身上 我穿在我身上 我戴在我身上 我用在我身上 这个叫面子和身份的象征 如果它不够贵 它也显示不出我的身份 所以只要它贵就行了 它越贵 形象的问题 对 所以不是在于 我一定要摸到它 现在我要 现在如果是 我通过这个方式呢 我能买到很方便 我不用上街 上到哪里去买 不安全 这些世道 真的是很不安全 那就 我就通过网络 它可以送到我府上来 那就行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它东西很好用 而是它要够贵 能够称托起我的身份 那真的是不同的世界 中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层次 然后又有不同层次的人 所以你这种穷酸就算了 对啊 所以我通常在淘宝买 我都是买那种 买二送一啊 所以你们 它真的有这种店 买二送一 然后我去年新年 就买二送一 买了三十多件 所以这种贪小便宜 就会买到假货 没有啊 我感觉还是很不错耶 是吗 就品质还挺好的 真的真的 所以就是 我觉得是幸运 还是不幸运的问题 所以它三十多件里面 是有五六件 是不适合 因为它送的嘛 它送的是 你完全不知道 它是随机的 就随机在送 但是自己买的都OK 没错了 送的绝对不会是随机的 是它已经安排好 一批是送的 然后你这边买的是OK的 买光了 它就这边随便 它不是不OK 只是不适合我 它的那些品质 那些还是OK的 只是我不适合 那个风格 可能是存货 那些比较多 卖不完的 所以我就说 它送的已经放了一批出来了 是 这个就有区别了 你看 就是不同的层次的人买东西 购物心态是完全不一样了 但我跟你也差不多一样了 都穷三心态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北京市人大代表呢 张黛律师 事务所律师 魏爱明呢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这个媒体访问呢 就提到了一个东西 学校放学时间呢 他建议应该延迟一个半小时 让孩子和父母的下班时间是一样的 那有助呢 减轻家长负担 因为现在小学下 他们下课的时间 大概是四点左右 那父母亲他们下班的这个时间 是五点半左右 所以他就希望想说 就把那个时间延迟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延迟的话 去接小孩的可能是外婆 而且是从外地来的 就是在外地过来自己 就只为了就是要帮忙照顾小孩 那就导致到那里当地的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为了要减少这个人口 所以就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减少人口就用这种策略 其实他有很多策略可以做 如果你真的是要这么麻烦的话 就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这个延长学校 学生在学校的时间 其实就是在延长 因为他就要他延迟一个半小时 就是说延长他们上课的时间 那一个半小时他们可以干嘛 就是一些课外的活动 你给他做运动 或者是做什么都可以 OK 那这样子会不会让学生就造成了一个负担 有没有一种那种方式 减短父母亲上班的时间 你一个人把病成跟孩子上课的时间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增加孩子上课的时间 你给他们做一些课外活动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倒觉得是可以反过来去思考 比如说你减短父母亲上班的时间 让父母亲更多时间陪伴小朋友 那对小朋友成长会不会更有好处呢 可是你要想一下每一个行业不一样 如果是政府部门 你又减少了一个小失败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在人 在这个工作的安排编排方面 可以采取类似轮班制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可以啦 如果是轮班制的话 对啊就看你怎么去做 再不然就可能有一种方式 就是在公司里面 就是公司里面安排一些特别的 就看我做假设 就是这样子 这是比较异想天开的这个假设 就是在公司的这个范围内 安排一些类似安亲班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班 就今天在公司 父母亲上班的这个公司 你在小朋友下课那段时间呢 我允许你出去 除了午餐时间之外 去把他们接他们下班 下课 把他们接到公司里面来 我们公司有安排一个安亲班 给你的孩子 同样的就在那边学习 那父母亲也可以去上课 你什么时候要 还不是上课 你什么时候要当老板 我觉得好好哦 如果你当老板 你会有这种策略 我一定去当 我一定去当你的员工 我还真的想过这种方式的 因为你可以让你的员工 更安心的在你公司上班 可是你不怕那个小孩会打扰到父母 所以我说是安亲班 不是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的一个范围内 然后可能就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聘请老师 当然这个父母亲可能要额外付费 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你反正你在学校 可能你要有一些额外课外活动的付费 那你不把这个就出来这边 然后就公司也没亏 然后我可以让你的 让这个员工们更安心的在公司上班 因为他知道他孩子就在 就在隔壁 还是在旁边 就在做他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 我记得也曾经有过 马来西亚 有这个张年群吧 还是谁 有提出了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他并不是说安亲班 而是有一些刚生的小朋友的妈妈 他去公司上班 但是这小朋友在家里没人雇 要请保姆又不安心 那是双新家庭 两夫妇都在上班的 那孩子怎么办 所以他就提出了概念 就是说在公司里面 就设立了一个这样子 可以照顾小朋友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挺好的概念 但是他的一个运作 或者是执行方面呢 是应该要很好的去配合 包括这个会不会增加公司的负担 等等 这些都要有办法去处理 如果能够真的完全解决的话 他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让员工可以更安心的在公司工作 然后孩子呢 也更安全的是在父母亲 能够照顾到的范围内看得到 是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就很像你说 就在隔壁啊 你也不用担心的太多 因为你请保姆的话 现在新婚上都看得到 保姆都在欺负小孩 对啊 而且如果是你 这些小朋友 如果你延长他们学习时间 上课时间 可能他们就一直觉得说 怎么还是在学校 一直在学校 搞不好他们还不喜欢 可是学校可以 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吧 就比较有趣的活动吧 就看那个学校怎么安排啊 我不是说不行 可是如果你每一天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会被砸干 怎么可以想到365天 这么多的活动 所以我提议了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其实还可以再妥协一下 就是可能就有一些轮班制 一些父母亲呢 可能一个星期有一两天 是可以提早下班陪小朋友的 然后那另外一批父母亲呢 就可能工作比较长时间 但是下一次就轮到他们 这样子的方式 那没有小孩的不是很可怜 就每天都在帮忙提班 那没办法啦 那当然他工资就比较高 那好耶 对啊 哈哈哈哈